大家好,我是庄妹,重磅消息,植物大战僵尸中文版或许要迎来一个新模式,一个新世界,三种新植物,八种新僵尸,一个新系统。 希望大家三连投币走一波,跟随我的声音一起来聊聊吧。 进入官网后翻到平安时代的后面会有一个叫秘境的剪影,扁进去会有一些介绍,该世界为秘境世界,需在时空秘境模式内进入,与星系世界相对独立。 下面有本命植物三个,星系僵尸八个,那我们先来看看植物吧。 第一个植物毫无疑问百分之一百确定是国际服的实难探索者,话说这植物在国际版可是相当的厉害,不知道中文版是否会被削弱,认为会削弱的扣个一,认为不会的扣个二。 第二个植物戴着一顶类似魔术菇的钢帽子,具体是什么植物大家可以评论区讨论一下,包括第三个植物也不知道是什么,不过可以看出是一棵树,树枝还是它的手臂,个人感觉会很酷,因为它的发型非常爆炸掉渣天,再把八个僵尸放一起来推测一下。 三人组僵尸和旗帜僵尸的鼻子嘴巴部分长得特别像猪八戒的侧脸,当然长成猪的模样应该不太可能,有网友猜测是面具,包括第五个手拿法杖头戴皇冠帽的僵尸也是猪鼻子。 第六个是巨人僵尸,看不太出什么特点,下面两张一个是魔法师的感觉,一个是一匹马,有人大胆猜测这又是猪又是马的,难道是西游记? 当然这个纯属娱乐,切勿当真,也有小伙伴说,可能是支线任务,类似国际版的游乐场,万圣节这种。 最后一个藏品比较隐晦,只有一个问号,连剪影都没给一个,具体还得看后续官方爆料。 好了,本期闲聊就到这里,记得点赞关注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